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紫外线是一种不可见光 不仅可以杀死人体皮肤上的细菌 还能增加皮肤弹性 增强人体抵抗力 更重要的是 经过紫外线的照射后 人体皮肤中的七脱青胆固醇会转化成维生素D 维生素D可以增进人体钙质的吸收 保护头发的柔韧性 光泽度和生命力 红外线也是一种不可见光 占阳光的60%到70% 可以透过皮肤深入到皮下组织 其到扩张血管 加快血液循环 促进新陈代谢等作用 同时它还具有消炎阵痛的功效 对养发 护发有显著效果 而紫外线有害这个说法在当代被广泛流传 人们已被为自身利益服务的那些人所说的谎言蒙蔽了 事实上 提出这项警告的大半都是防晒工作和医药界的从业者 事实上 日光不但不会致命 它还是赋予我们生命 并使生命得以存续的大功臣 太阳辐射有三种 可见光 红外线 紫外线 紫外线由于波长太短 人类肉眼无法观察到 大部分的紫外线被臭氧层吸收 能到达地表的是很少的一部分 前面也说了 紫外线辐射对人体正常功能的运作 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缺乏了紫外线的照射 我们的身体会出现一连串严重的问题 至于日照导致疾病 到现在都无法提供证据支持 实际上 因缺少日照而产生的疾病 却数不胜数 1930年代 在抗生素被发现以前 阳光是最受欢迎的一种疗愈能量 至少在欧洲是这样的 时光疗法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 是很多自然疗法医生 对抗传染病最成功的治疗方法 1900年 欧洲有一位著名的医生 罗里尔当时开了36家诊所 他的诊所就是利用紫外线治疗 很多当时的不治之症 包括结核病 勾搂病 天花 狼疮 研究结果显示 将病患至于经过控制的日照总量下 对降血压 减少血液当中胆固醇 抑制糖尿病患者体内血糖 增加人的白血球有着显著功效 阳光可以增加心跳输出量 增加血液中的含氧量 痛风 风湿 关节炎 结肠炎 动脉硬化 贫血 牛皮血 红斑狼窗 气喘 粉刺等 都可从至光疗法中受益 说到至光疗法 就要说到巴德维博士了 巴德维博士是德国著名的生化学家 是欧洲研究油脂和营养的权威 七次获得诺贝尔奖的提名 他发现太阳能量是宇宙中最纯净 最快速 最轻的能量 阳光的治愈力来自于 人体与太阳电子的共振 共振的结果是人体 能把太阳能电子吸收并储存下来 人体吸收太阳电子能量的数量 取决于人体吃下多少 与太阳能电子相同波长的食物 含有最多的 与太阳能电子相同波长的是 亚马子油 如果人体含有平衡的 不饱和脂肪和蛋白质 这些新生长的细胞 会形成很强的磁场 像一个高能量的电池 开始吸收储藏太阳能量 对身体开始充电 经他研究 用亚马子油加酸奶 搅拌至水乳交融 然后饮用 每天两次 且每天在阳光下活动一个小时 就可以治疗不孕症和癌症哦 那么话又说回来了 为什么阳光有这么大的作用 这就要说到转化而来的维生素D 它是最有效的单一抗癌药物 很多的研究表明 当血液当中 维生素D的含量上升时 乳癌的发生率也会随之下降 2006年 位于美国加州的克莱顿大学医学院 完成了一项振奋人心的研究 该研究揭示了 经由晒太阳产生足量的维生素D 和同时补充适量钙质 能将致癌的风险降低77% 这样的降低幅度实在令人惊讶 该研究证明 维生素D是最有效的单一抗癌药物 77% 这个研究结果 比起现代任何科学已知的抗癌药物 效果何止高出一筹 并且它是我们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制造的 不花一毛钱 你只需要脱光衣服 戴在太阳底下 如今所有医院中 高达60%的病患 都有维生素D不足的状况 而所有疗养院中 更有高达80%的病患 有着相同的情况 更糟的是 怀孕的母亲中 有76%缺乏维生素D 想要从阳光中 获得抑制疾病的益处 你必须每个星期到户外三次 每次15分钟 很多孩子的父母对钙质非常的重视 认为它会影响孩子的骨骼发育和强健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 维生素D的重要性远胜于钙质 没有了维生素D 钙质将无法很好地被吸收进身体 也就无法强健骨骼 而最佳的维生素D的来源 只能是通过阳光的照射 从皮肤下合成而来 现在很多市售的牛奶里面会添加维生素D 但是你知道吗 牛奶里添加的维生素D是合成的维生素D2 它很难被吸收 它无法取代由晒太阳合成的天然维生素D3的效果 维生素D2不是人类天生体内的维生素D 因此对我们人类毫无帮助 但是它却是棵大药钱树 而且是骗钱的那种 晒太阳的好处 小关在这里还可以列举很多 比如 第一 预防近视 阳光可刺激多巴胺形成 帮助避免眼皱变长 第二 血管更健康 适当晒太阳 有助于维生素D变得更加活泼 从而使体内的炎症减少 对血管健康更有利 第三 延长寿命 研究发现 常晒太阳 常去户外运动的人 更易长寿 第四 降低癌症风险 研究表明 生活在低维度地区的女性 接受日光照射的时间长 摄入维生素D多 相对于生活在高维度地区的女性 卵巢癌 发病率低 五 少得抑郁症 充足的日照下 人体身上腺素 甲状腺素 以及性激素分泌水平 都会有所提升 有助于改善情绪低落 精神抑郁等 六 增强免疫力 晒太阳 强顺健体 可以增强免疫力 第七 减少感冒几率 常晒太阳 有助于降低流感病毒 及常见呼吸道疾病的危害 第八 阳光疗法多重功效 可间接 防脱发 阳光与人脑内的分泌器官松果体 有很神奇的联系 松果体既是肾上腺素 性腺激素 等等生命活性激素的生产者 也是沮丧情绪 睡意的制造者 而阳光就是启动松果体活动的钥匙 没有它 松果体分泌就会失衡 由于抑郁症也属于分泌性 情绪性疾病 所以阳光是非常好的天然抗抑郁药物 而免疫力 三高与抑郁症等 又都与脱发 又或多或少的关系 很多脱发都与这些因素有关 所以将这些疾病晒走 也能养发防脱 晒的部位不同功效也不同 太阳晒过头顶能充分促进钙的吸收 晒后背不仅能驱除脾胃寒气 改善消化功能 还能起到不洋气的作用 鼠童背部经络 对心肺大有弊意 每周晒10小时还能预防近视 另外晒双腿能很好地驱除腿部寒气 有效缓解小腿抽筋 而且能加速腿部盖质吸收 让双腿骨骼更健壮 另外腿上还有很多穴位 通过阳光的刺激 能让人感到腿脚轻便 清除疲劳感 注意了 晒太阳我们要选择最佳时间 早晨6点到10点 此时阳光中的红外线强 自外线偏弱 对人体起温热作用 可是身体发热 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 活血化一瘀 增强身体活力 下午4点到5点 是储备阳光维生素 维生素D的大好时间 同时还可以促进肠道对钙 零的吸收 增强体质 促进骨质正常钙化 不过不同年龄阶段的人 对日光的承受能力不同 晒太阳长短也各异 婴幼儿每天15到30分钟左右 中青年人每次1到2个小时 老年人每次20到30分钟为宜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真正有用的东西 都是在我们人类诞生之初 上天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的 请你重新认识一下 我们地球万物的生命来源 阳光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